維護尊嚴 農民無罪 保障權益 絕不妥協 各位美女朋友先進 以及本會的一些先進 各位大家早 抱歉 探望大家各位的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 台湾推伍軍人權益保障協會 以及這個金空調推修人員權益處境會 我們針對這一次 我們的年中委員機被政府砍掉 然後又不斷地羞辱我們 我們準備要向政府提到 我們在提到之前 辦了這一次的記者會 我們也去懇請媒體朋友們 可以把我們的心聲幫我們轉達 讓政府知道 榮民弟兄成為政治鬥爭 跟馬龍骨追求歷史定位 轉移施政婚人焦點的一個犧牲體 對於國家的背信貿易 農民弟兄 情何以堪 我們一輩子 把我們的青春花在保家衛國上面 結果現在卻要被政府出賣 如果真正要改革 我不是像現在所謂鬥爭 現在不叫改革 現在的鬥爭是 兩黨之間的鬥爭 是國家跟全民的鬥爭 也是國家挑動軍 公 教 勞之間的鬥爭 真正對國家的建設發展 對國家的經濟 毫無無尊敬 所以真正的改革 我們認為有三個 第一個 改革要從上而下 我們請馬總統先開始 退職員所 復員所的領域 領域條例 請馬總統先開始改 我們柔民在這一次的年度維吻金 我們的年所得等於是被拿掉了 11.11% 我們也請馬總統拔了薪水 減掉11.11% 大家一體共體時間 不要讓我們柔民專美於錢 我們願意配合國家 配合政府 但是不要刻意針對我們 目前的很多算法力 國民黨的年資 並入公職年資一臉退休金 我不用說大家都知道 是哪一位 對不對 一位老爺嘛 他憑什麼要把國民黨的年資 避在公職裡面呢 最大的肥貓 然後有唐貓皇子告訴我們 你們這些農民 都是老而不死 你們活太久了 沒有道理 所以我們要求 這些國民黨的年資 不可以併入公職年資 三 改善軍公教退伍基金的管理 要力求透明及專業 追究研辦無鬼搬運的代鈔機財辦人員 我們現在都一直在聽 基金要倒了 基金要倒了 誰可以給我們一個數據告訴我們 基金要怎麼樣倒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訊息 我們的基金操作都是盈餘的 都是有利潤的 都是有獲利的 怎麼擋 看看國家跟兩黨一起在騙我們 不就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我們要求這些 一定要透明化 讓全民來解釋 民修為了自己的尊嚴與權益 不是福利 很多人在那邊講 我們是不公不義拿的這筆錢 包括了一些兩黨的政客 包括了一些國家政府的官員 包括了一些電視上所謂的名嘴 我們要問 這些人 你們的父母親 當初也用了你所謂不公不義的 年度慰問金把你給養大 把你給養活了 你何苦獻戰 要把你的父母親 再從棺材裡面撈出來煙絲 我們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年度慰問金不是福利 年度慰問金 是我們退休所得 替代裡面計算的一部分 他並沒有做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那邊 我們要導正的事情 榮民不再是落死團體 每一次選舉 國民黨 選舉的時候榮民是個寶 孔在手心怕跌倒 選舉過後榮民就是一根草 任能踐踏不准草 不准叫 原來國民黨是非常利用榮民的 我們這一次是真正看清楚了國民黨的面目 我們不會再被騙 另外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這一次兩黨的政客 政府利用了族群挑撥 把軍、公、教、牢 齊去挑撥起來 勞工朋友 一直覺得軍、公、教、勞 你不應該是拿這麼多 好上了街頭抗議完了 結果他們得到了什麼 勞工朋友得到了一個爽制 還有嗎 勞工其實並沒有提升 我們要做的是我們要求政府 放掉這些正式鬥爭 真正把你的權利擺在經濟發展 這樣子大家才能夠有更好的生活水平 不要再去鬥爭 不要再去分階級 軍、公、教、牢是一體 農民弟兄已經覺醒了 我們要的是尊嚴跟權利 是為了國家犧牲奉獻了以後 國家有給我們一個安養風浪 我們要求的不多 這只是國家應領給我們 國家現在背信忘義 把這些疊武的東西要 用很暴力的手段去搶走 我們認為 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義 養兵千日用在一死 在這一次非國的真意 大家看到派到第一線的 派衛領土的海空軍 而且呢 軍人 只有退伍 沒有所謂真正的退休 一旦當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 批上戰場 再上戰場 軍人惡話不說 因為 我們是為這個國家而生 我們也願意為這個國家而死 是農民弟兄 維護追 維護追援 爭取權益 最溫和的方法 那我們也相信司法 這個國家政府的不公不義 我們相信司法可以幫我們 爭取回來 但是 我們也要講 如果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 也棄手了 也可以散了 我們一樣可以上戰 前天 全教授他們上了街頭 有大概三萬多人 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相信我 農民團體 也可以做 只是我們不願意 去讓社會付出 這麼大的一個成本代價 但是 我也要提醒政府 一旦 革命的怒火 蔓延在全國的時候 對不起 每一個人 都要為他自己的行為付出責任 我們是這樣 政府也是這樣 以上 報告完畢 謝謝 謝謝